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香港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到警察学院 一群新境警察在结业礼上分享了他们的学习经历 这些年轻的警员满怀使命感 认为警察工作不仅是一份职业 更是一份责任,要用心去做 接下来,我们转到美食的世界 荣哥撕房菜的总厨钟锦荣师傅 他无私地传授烹饪技巧给后辈 用四招秘诀教大家煮出怀旧炒桂花素赤 展示了他对烹饪的热爱和对后辈的支持 最后,我们来到科技创新的领域 香港科技园公司举办的电梯木头 比赛2024 德国的初创公司Tagero GmbH 在这场国际竞赛中脱颖而出 成为大赢家 他们专注于循环经济 计划在欧洲建立领先的锂离子电池回收场 展示了科技创新对社会的重要贡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香港的繁忙都市生活里 不同领域的人们正用他们的热情和才智 为这个城市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从警察学院的毕业升到私房菜的大厨 再到创新科技的初创企业 他们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个人的成长和努力 也反映了香港社会的多元和活力 在星岛日报报道的警察学院结业里中 一群新近的警务人员 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和对这份职业的看法 例如Max 一个在警队服务11年的警员 从一名内向的大学生转变成为一位 能够面对挑战的间隙督察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成长和进步需要不断的努力和坚持 另一位警员Edwin 则是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警察 他的故事展现了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 以及为了理想所做的准备和牺牲 而Ambrose 一名前手球教练转行成为警察 他认为从警不仅是一份工作 更是一份使命 需要用心去完成 在美食的世界里 星岛日报还带我们走进了 荣哥私房菜的厨房 一位名叫钟锦荣的师傅 他无私地传授自己的烹饪技艺 提拔后背 钟师傅的故事 不仅是关于烹饪的艺术 更是关于传承和分享的故事 他的怀旧炒桂花素斥不仅是一道菜 也是他对美食文化的一份承诺和热爱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 钟师傅从一名初出茅庐的厨师成长 为一位拥有自己餐厅的大厨 他的故事鼓舞着每一位有梦想的年轻人 科技创新同样是香港活力的体现 《经济日报》报道的电梯木头比赛2024 展示了香港作为国际创新中心的地位 来自德国的Tazero GmbH 在这场比赛中脱颖而出 其专注于循环经济的创新理念 不仅为环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也展现了初创企业的无限潜力 这场比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初创企业参与 展现了香港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重要角色 这些故事无论是在执法的正义 烹饪的艺术还是科技的创新 都展现了香港社会的多元和活力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为这个城市增天色彩和温度 共同书写着属于香港的未来 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一天 海关人员揭露了一起惊人的贩毒案件 这不仅展示了他们的警觉性 也揭示了国际贩毒网络的狡猾 根据明报的报道 这起事件中 海关减货了约22.3公斤的怀疑大麻花 和约25克的怀疑 含有四清大麻粉的软糖 总价值达到了惊人的470万元 两名旅客 一名33岁的女性和一名25岁的男性 分别从泰国曼谷和青麦非抵香港石被捕 他们的行李中 藏有大量怀疑的大麻花 而男性旅客的行李里 还藏有大麻软糖 这起案件仍在调查中 但已经展示了海关 对于打击贩毒的决心和能力 而在另一方面 东方日报提醒市民 随着雨季的到来 恶劣天气为财产带来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以去年台风小犬为例 香港保险业联会收集的数据显示 在台风期间共有1761宗索赔 总额超过8460万港元 这一数据凸显了提前做好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保联呼吁市民和商户为贵重财物、设备、货品购买合适保险 并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同时保联还建议车主提早为爱车购买综合汽车保险 以备不时之需 在科技合作方面 明报报道了护港合作会议上的一个重要成果 InnoHK创新平台旗下的香港量子人工智能实验室 与上海代表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将在临港芯片区建设电池数字化技术平台项目 这一项目旨在解决新能源产业面临的能量密度和电池安全挑战 提升电池产品开发效率 降低研发成本 并最终建立电池数字化标准和安全评价体系 这次合作不仅是港户两地在高科技领域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也体现了双方共同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决心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香港社会的多面性 从海关的缉毒行动 到市民和企业面对天气挑战的准备 在到港户之间的科技合作 共同描绘了一个既面临挑战 又充满机遇的社会图景 无论是在打击犯罪 准备应对自然灾害 还是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 香港都展现出了其独特的韧性和前瞻性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香港正以其独特的地位和资源 积极拓展和加强其在通讯 旅游以及知识产权贸易等 多个领域的竞争力 从通讯事务管理局的最新动向 到香港国际机场 在TTG中国旅游大奖 中荣英中国最佳机场 再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关于推动香港发展 成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宣言 这些发展不仅展示了香港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同时也预示着这座城市 未来的无限可能 根据明报的报道 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宣布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 已经开始陆续编配 以七为自首的流动电话号码 这一举措是为了应对 香港流动电话服务 用户数目达到2440万的现状 几乎是人口的316% 这不仅体现了香港通讯市场的蓬勃发展 也反映了通讯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同时通讯局也提醒市民 在街道陌生来电时保持警觉 以防范电话诈骗 展示了政府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上的积极姿态 在旅游领域 星岛日报报道了香港国际机场 在2024年TTG中国旅游大奖 中荣获中国最佳机场的殊荣 这一荣誉不仅是对机场提供的卓越设施 与服务的认可 也是对其不断追求卓越的努力的肯定 香港国际机场一直在积极引入新设施与服务 致力于为旅客提供最舒适便捷的机场体验 这一点在机场管理局主席苏泽光的话语中得到了体现 香港国际机场的成功 不仅提升了香港在国际旅游市场的地位 也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优质的服务体验 在知识产权贸易方面 香港电台报道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关于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宣言 政府正推行多项政策措施 如培训专利审查员 筹设本地专利代理服务规管安排 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以及实施专利和税务优惠等 旨在鼓励科研成果商品化 这些措施不仅将促进香港知识产权的发展 也将帮助香港在全球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 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 香港正通过在通讯 旅游以及知识产权贸易等多个领域的积极发展 展现出其作为国际都市的独特魅力和强大竞争力 无论是通讯事务管理局的前瞻布局 香港国际机场的国际认可 还是政府推动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发展策略 都预示着香港未来的发展潜力无限 值得期待 在香港每一天都充满着新的故事 从科技的进步到与法律做斗争的案件 都在这个繁忙都市中上演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这些故事 从东方日报到星岛日报 再到东方日报的后续报道 每一个细节都描绘了这座城市的多面性 首先 东方日报带来了 有关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 正式发出以七字头开头的流动电话号码的消息 这一变化是由于香港对流动电话号码的需求不断增加 体现了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然而 随着新号码的启用 市民在享受便利的同时 也面临着电话诈骗的风险 通讯局已采取措施 如与电讯商合作拦截可疑来电 并暂停了约59万个涉嫌诈骗的电话号码 显示出对保护市民的坚定承诺 而星岛日报则报道了香港海关 在国际机场破获的两宗行李藏毒案 这两宗案件涉及从泰国飞抵香港的两名旅客 他们的行李中藏有大量怀疑为大麻花的毒品 总值约470万元 这一发现不仅展示了海关人员的警觉性和专业性 也反映了毒品走私活动的复杂性和国际性 海关的成功行动凸显了香港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不懈努力 东方日报的后续报道进一步深入了这两宗毒品案件的细节 揭示了海关人员如何通过X光影像发现异常 并采取行动查获毒品 这些案件不仅涉及了国际航线 也涉及到了不同职业背景的人士 显示了毒品走私网络的广泛和隐蔽 海关的行动不仅是对毒品走私者的警告 也是对公众的提醒 即毒品问题是一个需要社会各界共同面对和解决的严峻挑战 这些故事从通讯技术的进步到毒品走私的打击 展现了香港社会在面对挑战时的坚韧和创新 无论是通讯局的前瞻性措施 还是海关人员的勇敢行动 都体现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 不断进步和保护市民安全的决心 每一个故事都是这座城市不断发展和适应变化的见证 同时也提醒我们 无论面对何种挑战 警惕性和合作是保障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关键 在一个充满活力和变化的世界里 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 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跨境法律服务变得尤为重要 香港作为国际法律级争议解决中心 一直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近星岛日报报道了香港大律师工会 与四川天府新区管理委员会及成都市律师协会 签署三方战略合作备忘录的消息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意味着香港将利用其在法律服务领域的优势 帮助打造一个国际化的法律培训基地 杜干坤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 率领一个由九名大律师组成的代表团 访问成都 参加了第六届天府中央法务区法商融合对接洽谈会 他们的目标是在天府中央法务区打造一个涉港法律培训基地 推动两地律师的交流与合作 天府中央法务区的设立 旨在建立一个立足四川 辐射西部 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一流法律服务高地 此外 工会还与北京大学及上海华东法政大学合作 定期派出大律师到内地授课 旨在协助国家培育国际法律专才 这次合作的扩展至西部的举措 不仅在地理上是一个重大突破 而且在课程内容和数量上 也做出了相应的增加和调整 更加注重国际仲裁或调解的最新发展 在东京 香港大律师工会的副主席毛月里 出席了第32届环太平洋律师协会年会 进一步推荐香港作为国际法律 及争议解决中心的独特优势 这些活动不仅展现了香港 在国际法律服务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力 也为香港与内地乃至全球的法律界人士 提供了更多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与此同时 中央社报道了香港警方 近日查获大批武器的消息 凸显了香港社会的治安问题 警方在新界沙田一个仓库中 搜获了18只手枪 超过100发不同口径的子弹和枪械原件 拘捕了一名67岁男子 尽管警方相信这名男子是枪械发烧友 并不涉及激进或非法活动 这一事件仍然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 经济方面 明报报道了香港宽贫的财务状况 公司持股管理人及财务总监余宋廷表示 集团债务幅定息比例为各占一半 明年11月将有债务到期 公司正在积极筹备相关安排 将视乎市场状况及银行合作 以做融资决定 此外公司的派息决定 将视乎下半年的公司实际表现 这些报道不仅展现了香港在法律服务 社会治安和经济管理方面的动态 也反映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在面对挑战和机遇时的积极应对 和不断进取的精神 无论是在法律服务的国际合作 还是在维护社会治安管理经济方面 香港都展现出了其独特的优势和潜力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